随着听云轩慢慢的落寞 他的原搭档刘云天也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 近日德云社前著名捧耿演员刘云天 顺利入住某短视频平台 并成功发布了第一条视频动态 视频中刘云天留着光头造型 穿着打扮十分朴素 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很深 看上去显得有些苍老憔悴 也难怪刘云天比搭档曹云京大三岁 当年舞台上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 如今也已到了奔四的年龄 视频的拍摄背景是天津市 滨江道后面的老楼房 虽然地理位置优越 但居住环境并不是太好 至少通过视频展现出来的时候 结合刘云天的形象 还是难免给人一种落魄的感觉 此次出镜 刘云天主要告诉粉丝 自己已入住某短视频平台 将会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 刚离开德云社的那几年 刘云天和搭档曹云京经常登上央视春晚 受欢迎程度很高 不过最近几年 刘云天露面的机会就比较少了 刘云天原名叫刘毅 云天是在德云社时候 郭德纲给他起的义名 石兄弟们平时都叫他大义 刘云天的师父是著名相声演员孟凡贵 后来又在德云社跟随郭德纲学习评 2004年 刘云天正式加入德云社 开始与郭德纲的爱徒曹云京搭档 郭德纲对徒弟是否重视 主要看他搭档的捧跟演员 当年郭德纲安排为爱徒何云为捧跟的 是和德云社创始人之一 郭德纲的师弟李京 何云为眼睛小 个子矮 李京个高 身材瘦 眼睛大 两人站在一块就很有喜感 刘云天的捧跟技术毋庸置疑 曹云京年轻时很瘦 刘云天又高又胖 在舞台上同样很容易 让观众记住 如今刘云天的身材瘦了许多 腰也没有以前挺拔了 看上去比搭档曹云京还要瘦 当初靠着师傅郭德纲的指点 借助德云社这个蒸蒸日上的平台 刘云天和曹云京很快就火了 2010年前后 主流团队开始了针对德云社的反三俗倡议 用郭德纲的话说当时写些关门大吉 何云伟和曹云京先后选择离开德云社 一同跟随他们离去的 还有为他们捧跟的李经和刘云天 师傅郭德纲对刘云天十分欣赏 据说当初刘云天要离开时 郭德纲和师娘王慧都曾挽留过他 甚至还做出岳云鹏郭其林随便挑这样的承诺 不过刘云天最终还是义无反顾的 跟着曹云京离开了 离开德云社之前 曹云京和刘云天就成立了相声团体 听云轩 起初经营的还不错 后来随着德云社的扩张 和其他相声团体的兴起 再加上2016年曹云京被摘走云子 听云仙的生意变得越来越不好做 2019年曹云京和刘云天带着团队入住喜剧现场 力求多个平台抱团取暖 不过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合作一年多又匆匆分开 曹云京这几年是发展的不错 经常凭借婚姻恋情等话题登上热搜 但他的财富积累并不是靠说相声 而是参加综艺拍电视剧等 这对刘云天来说就有些吃亏 刘云天是名副其实的老实人 无论外界如何风云变幻 对他评价如何 这些年都以事不关己的姿态 置身事外 从来不公开表态 三言两语都不曾有过 虽然两人依然会在一块说相声 但二者的收入差距已经越拉越大 再看看同样是捧根的孙岳 严和祥等人 不知道刘云天是否会对当年的决定 感到后悔呢